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到这里 便忍不住又想 这是不是因了那三生石的关系 他在心里摇摇头 觉得自己的这一份痴心 与那三生石的阻囊其实也无什么大干系 即便没有三生石 他大约也很难想象帝君会喜欢他 他白凤九 大概在这份感情里头 一直都爱得有些卑微 他自私自己并不是一个自卑的人 唯有与帝君在一起的时候 却总觉得束手束脚 他从未深思这是什么道理 然而眼下 他也仍旧想不明白 当初帝君一次一次推开他的时候 他内心几乎一直很热命 似不怕死地想尽办法跟着他 心底深处大约也晓得 帝君并不会回应他的感情 所以从未有过怨对 帝君望着他脸色变了又变 神思不属性不在焉 他一口气 抬眼望望窗外 已视曙光出路 他怕他试得困位过头 伸手揽了他躺下 低声劝道 想不明白便慢慢想 本君有些累了 你先陪我睡一会儿 凤九人有些呆呆的 躺在他怀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眼睛睁得大大的 睡意全无 他有些为难 心里还有些烦躁 他不知道为何 他看起来全无欢喜 倒像是无法接受他的表白 他抬手试了个竖法 紫色的气息在床上蔓延开 他的眉眼马上变得沉重 表情也变得放松 他将他懒得更紧一些 下巴贴着他的头发 他觉得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 若是他 真的不愿意接受他 该怎么办 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现在开始想 来不来得及 头一个晚上凤九几乎一夜未睡 次日便一直睡到了正午 外头天光大盛 看来是个好天 他睁开眼 见到了贴在眼前的几缕银发 他眨了眨眼 醒过神来之后 发现自己仍睡在帝君怀里 帝君一条手臂枕着他的脑袋 另一条手臂圈住他的腰 将他孤得炎炎湿湿 凤九抓住一缕银发 微抬起眼望着帝君的睡眼 他大约是有些累 或者睡得太晚 现在仍睡得很沉 鼻息悠长 俊美的脸上表情十分的宁静 平欲一丝不烂的头发 现在被睡得有些凌乱 让他看起来不像平时那样巨人千里 凤九抬手摸上他的脸 这张脸大多数时候都很冷漠 可是音长得好 连冷漠的样子都很动人 他的手指慢慢地在帝君脸上留脸 划过他的眉眼 划过他的鼻子 最后落在他唇上 他怕惊醒他 动作分外轻柔 只付出到他的唇时 觉得心口一抖 他还记得 昨夜帝君亲了他 便是这薄薄的看起来很无情的唇 让他意乱情迷 神思不数 他记得帝君昨夜似乎还说了些很了不得的话 他想了很久 却不明白是为何 帝君凤九刚睡醒的声音有点儿杀 阴压的滴还带着点气声 软糯糯的像带着无数把小钩子 他有很多话想问 也有很多话想说 然而 却只有在帝君睡着的时候 才敢说出口 凤九真的好喜欢你 这三百年间 凤九无数次的以为已经把你给放下了 可是 现在才知道 我并没有做到 昨夜帝君说喜欢凤九 凤九想了一夜 不明白帝君为何要这样说 如果帝君只是拿凤九开个玩笑 那也为是太残忍了 凤九虽然不会记恨帝君 但也是会非常非常伤心的 此番我们调入这范音谷 帝君对凤九照顾有加 也算是全了凤九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 帝君曾几次三番问起凤九是否后悔断尾 想来是有些愧疚 便想要在这谷中补偿凤九一番 就如当初帝君下凡历劫 也是为了成全凤九相守的一个心愿 可是 拥有的时候越幸福 失去的时候便越痛苦 这个道理 凤九当日在凡间那个地牢里 便想明白了 你我既然原本就无缘 其实 还是一别两宽 好聚好散比较好 三百年前帝君竟然推开了凤九 凤九虽然喜欢帝君 眼下却不想再要了 帝君也不用再补偿凤九什么 不论是喜欢帝君 还是为帝君断尾 都是凤九自己的事 并不求帝君回报 此次出谷 大概你我并无机会再相见 日后若有幸在天宫相逢 凤九是清秋女君 帝君仍是高高在上的神尊 凤九自然也该向帝君敬礼问候 这些虔诚往事 却无需再记起 凤九志愿帝君 从今往后 能平安喜乐 世事顺遜 凤九语素放得很慢 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自己都有些被感动 帝君仍在沉睡 气息一丝不乱 凤九眨了眨眼 将脑袋凑过去 悄悄地在他唇间印了一个吻 很轻 若蜻蜓点水 不想留下任何痕迹 凤九悄无声息地 画出自己的狐狸原身 从帝君双臂肩挣脱 跳下床的时候 发现床边放了一套 折得整整齐齐的红裙 像是帝君为他背下的 他鸣嘴一笑 在床下画成人形 凯然拿了裙子 走出门去 凤九在外间将裙子套到头上 打算自己一个人溜出去 四处逛逛 帝君仍在睡觉 大约醒了便要带他回竹楼 他昨日见到了许多春花下鹤 想来帝君定也准备了秋贵东梅 这种一日赏尽四十花的机会不常有 他却不可轻易放过 刚走到院中 便听得啾啾鸟鸟鸣 叫得比平日更为欢畅 阳光满地 空气间飘着富裕的芳香 凤九边感慨自己不需此行 颠阙热地往外偷走 走到拱门处 随手撩开几层沉沉压的极低的树枝 探头往外一瞧 竟愣在了当场 银发浩浩 笑意盈盈的帝君 正站在曲折回廊上 手里又编了一只花环 见到凤九 抬手轻轻一推 几只不知名的鸟鸟 闲着花环朝擦飞过来 空中飘散着各色花瓣 这几只鸟鸟在花椅中穿梭 虚小花瓣撞到鸟鸟身上 阴触淡淡光影 疏地不见 却只是造出的幻影 凤九望着这一幕 很有些愣神 他觉得帝君不该出现在这里 李当在卧房里沉睡 他觉得帝君若是听了他那番表白 便不该再次拿花环捉弄于他 他觉得那几只鸟雀尾是有些刁钻 竟然在他愣神的时候 拿嘴轻拙他的手背 逼着他伸手接过那只花环 比昨日做得更为漂亮的花环 上面炙满了个色鲜花 娇美鲜艳 倒是很称他身上的红裙 见他呆呆没有动静 不远处紫衣的神君带着笑意向他走过来 迎发底下一罐清冷的脸庞带着男意 如冰雪出戎 大地回春 帝君走到他面前 爬手取过他手上的花环 仔细地戴在他脑袋上 牵了他的手说 本君知道你今日还想继续逛逛 走 我带你去 帝君凤九岁被他牵着走 确认是呆呆的 帝君倒不以为意 回头望他一眼 说道 你想不明白 便慢慢想 何时想明白了 再告诉我 我等着你 在凤九印象中 秋季的话那便是菊花桂花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